据韩联社2日报道 韩国统计厅当天发布 2024年3月消费者物价动向 数据显示 韩国3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3.1% 这是韩国CPI 继今年2月同比上涨3.1%后 连续两个月涨幅超过3% 尽管与美欧等西方国家相比 韩国CPI涨幅并不算太高 但最近两个月来 韩国果输价格飙升 令民众直呼吃不起 据统计韩国农产品价格 3月上涨20.5% 连续两个月超20% 其中水果价格上涨40.3% 连续两个月超过40% 尤其是苹果和梨的价格 分别暴涨88.2%和87.8% 涨幅分别创1980年和1975年以来的新高 此外蔬菜价格上涨10.9% 其中大葱和西红柿价格 分别上涨23.4%和36.1% 韩国KBS电视台称 主导韩国3月份物价上涨的正是水果蔬菜价格 报道称 现在水果的价格上涨程度已经可以用令人生畏来形容 有书记显示 韩国的苹果价格已经位居世界第一 韩国政府为了平息水果价格上涨造成的民众不满情绪 已经准备加大水果的进口量以平移物价 虽然韩国政府将物价上涨的原因部分推给国际能源 粮食等价格的上涨 但韩国《东亚日报》二日称 最近两年世界粮食下跌30%以上 恢复了稳定势头 但韩国果蔬以及加工食品价格反而大幅上涨 在这种情况下 韩国食品业相当多的企业2023年创下历史最高营业利润 引起了争议 高丽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江城镇批评称 韩国食品业趁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上涨而涨价 但国际原材料价格下降后 他们却不降价 食品价格上涨给韩国家庭和服务业带来了巨大的负担 三月以来韩国总统尹熙悦多次就物价问题召开会议 他称 为了降低菜篮子物价 将以农产品为中心立即实施特别措施 对此韩国民众纷纷抱怨政府管控不利 许多韩国网民在网上留言 物价就是民生 对物价管控不利到这种地步的政府还是第一次见到 韩国政府跟着美国实施高利率政策 结果经济越来越差 物价却越来越贵 政府不是说要动用所有手段评议民生物价吗 是措施不到位还是其他原因 物价为何下不来啊